现在这个时代,明星的身高体重已经不再是秘密 瘦的人喜欢晒体重出来拉仇恨 长胖的人也喜欢发出来自黑调侃一番 杨幂最近就被问到自己最胖和最瘦的时候分别是多少斤 作为从来都吃不胖的人 杨幂说自己玩小糯米的时候是体重巅峰 但也只有110斤 最轻的时候,竟然,只有不到90斤 知道体重并不稀奇 接下来杨幂又被问了一个更加隐私的数据 腰围是多少 瘦子从来不惧怕这些 说自己最近的腰围是历史新低 历史期,大概只有59公分 59公分是个什么概念呢? 一般小号的牛仔裤的腰围是62公分 也就是杨幂穿一条S的牛仔裤都还很宽松 大家可能忘了,杨幂的腰是上过热搜的 当年参加真正男子汉 大秘密穿上了一身军装 身姿挺拔 然而她细了腰带的腰一下就把视线吸引 细得简直不科学啊 59公分的腰围是杨幂的历史最低 本来是个很骄傲的数字了 然而彭丽娅公开宣布过自己的腰围 只有58公分 不仅比雷佳音的头围小三公分 还比杨幂也小那么一丢丢 来评评腰围比人家头围还小是中什么画风 杨幂和彭丽娅都是妖精没错了 但是不得不说视觉上看起来 腰最细的人我只不一位 赵丽颖 之前赵丽颖去度假 发了背影照片 只有一个感受 妈呀我的脸盘子可能都比她的腰大一圈 赵丽颖没有公布过自己腰围的数据 但是我们可以凭照片来推测一下 赵丽颖的腰到底有多细呢 手上只需要拿着两颗饼干 就可以完全把腰都挡住了 我看可能比红丽娅的58公分还要少两公分吧